那我们先透过简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APP的部分 那这个Appsco的APP 它适用于Appsco的资料库 就是ASPBSC、CNode这一些 然后也是用我们的EDS探索服务 所以这两个平台都适用我们这个同一款APP 那这个APP的话呢 它的使用它需要先去找到自己的单位 所以我们如果等一下要使用的时候 就是下载完之后 可以用GPS定位或者是搜寻校名的方式来做查照 那如这边的缩图所看到的 下载完之后如果点开这个APP 它会出现最左边这一张开始 然后点开始之后 中间会出现用GPS定位或者是搜寻 那不过GPS定位老实说没有很准 所以我们这边建议大家搜寻校名 那搜寻校名的话 会建议大家搜寻我们的英文校名 或者是我们的机构的名称英文的 那因为我们的资料库就是系统当中 注记的是你们机构或学校的英文名称 所以这边的搜寻请大家就是打上英文的 打上自己的英文名字 像这个例子是奇美医院 那我们的奇美医院找到之后呢 如果点这个连结下方就会出现一个连接你所在的机构 连接你所在的机构这个蓝底白字出现的话 接着如果我们点了它 它就会跳出几种认证的方式 那这些认证的方式每个学校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我是一般的状况下 就是第一种状况就是我今天人在 就是大家都是线上 所以我们不一定在学校 如果我们没有在学校或我们的机构当中的话 然后也没有使用我们学校机构的无线网络 点了连接你所在的机构 它第一种会出现这一种 就是要大家输入一个ID跟这个密码 那这个ID跟密码或Google的这个Sign In的话呢 它必须先在Apps Code平台上 先用ID密码先建立账号 或者是用Google先建立账号 它不能直接就输入我们的学校 或直接用大家现有的任意主机 没有就做登录 那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我们的系统没有事先收录大家的个人资料 或者是我们的学校这些资料 所以是一定登不进来 那所以如果是第一种的状况 要进行这个认证的话呢 要请大家先连线到Apps Code的资料库 也就是大家可以进到Apps Code资料库 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登录 那我们可以在登录这边呢 来注册一个自己的账号 那这边的登录的话呢 我们一样不能用学校这些或Google 要先点注册 点了注册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它会提供两种注册方式 第一个用Google继续 大家可以点第一个去用你的任一个Gmail账号来完成绑定 那第二个是自行输入障密 那自行输入障密的话呢 就我们姓名变打没关系 电子邮件它的用途就是有一天忘记密码的时候 这是能让我们回复密码的一个信箱 然后密码的部分的话呢 大家要把下面这六个XX 这边有六个字元 前面有一个XX 如果我们今天输入的资料符合的话 它就变成勾勾 那六个都要变成勾勾 再点试 再点建立账号 我们就可以完成 就是这个账号的建立 这个账号的建立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账号的益处 可以跟APP就是同步 那建立专案这一些当然也可以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 如果我们的第一种方式 要透过右手边这个表单来做注册的话 那必须要请大家先在Apps Code平台上进行注册 那我们才能用右手边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认证 那接着的话呢 是我们的就是第二种的认证方式 第二种的认证方式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般有的学校有订购Apps Code的 这个OpenEssence的服务 或者是说我们有用校内的一些认证系统 电子资源的系统 那有的学校呢 点了连接你所在的机构的话 会跳出那个电子资源的登录系统的登录页面 那这个需要事先在我们的管理者端做设定 如果有设定的话就会跳出那一个 那那个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平常用的EIMG的账号密码 来直接进行登录 就不用再去建立账号 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的登入认证App的第二种方式 那第三种方式是最简单的 大家就是如果今天大家人在学校的话 或医院我们请连上自己医院或学校的WiFi 连上去之后呢 再去点这个连接你所在的机构 那如果我们已经连上了WiFi 再点连接你所在的机构 它就马上认证成功了 认证成功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 所以总共三种的认证方式 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印象 那我们的认证呢 就是App它登录之后呢 它可以30天内免登录 也就是说这30天内 我只要手机可以上网 我就直接开始App 它就可以开始查了 它不用每次开 每次登录 每次开 每次登录 30天内不用 30天后 它又会回来现在看到的最左手边 那个开始的画面 我们就要再登录一次 那我们就可以再看我们学校是那三种的其中一种 那这个是我们的认证方式 30天内 那30天可以就是无限循环这样下去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使用的部分 那使用的部分 如果是认证成功之后 下面有一个放大镜 按一下可以输入关键字 然后就可以来这边做一个使用 找到的书呢 可以点开PDF档或阅读 或者是电子书可以做下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手机的这个App是已经认证成功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透过那三种方式 我已经进来这个单位了 单位名称会出现在上方 这边会出现欢迎您 然后你可以点这个上面的开始检索 然后或者是点下面的放大镜 都可以进到这个搜寻的页面 那最下面左下方的这个Home的这个按钮 可以回到这个首页栏 然后下面的放大镜 或者是上面的开始检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关键字的查找 那比如说我搜寻这个Nersing物理 那点了输入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这个Nersing的这个文章 如果是期刊的文章的话 我们的全文是有打勾的 所以我点选之后 这边的存取选项 点开可以看得到它有PDF 那我现在点开PDF档 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PDF档 那我们的文章有提供那种HTML全文的 那你直接点聆听 那它就会念给你听 那这个就是内建的 那我们听看看可能这个声音 我是现在是用电脑投影 就是所以它没有出来 大家可以单纯用手机看看 那再来是电子书 电子书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划到电子书 右上方的来源类型 大家可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电子书 如果有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去点开这个电子书 那电子书的话呢 是只能线上看 如果大家要下载的话呢 必须透过右下角的这个人像图示 来建立账号或登入我的Apps Co-host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做个说明就是 我们的电子书呢 如果大家或者是说我们的平台上有个人资料夹的这个功能的话 你要在这边去做登入MyApps Co-host 才能去建立你的资料夹 或者是说就是在这边去登入你之前建立的账号或建立新的账号 所以认证归认证你用WiFi认证之后不代表你的电子书可以离线下载 那只能线上看 那如果经过这个认证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这个登入MyApps Co-host 那我点继续 我就可以用我之前在建立的那个账号来做一个登入 那登入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登入的这个结果 上面有出现一个名称 然后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在搜寻关键字 那我一样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找到的资源 登入之后的一个差别 就是如果是电子书的话呢 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电子书是可以下载的 那这边的电子书点开之后 下面的存取选项 你就可以下载电子书 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一天两天 下载之后可以做理线阅读 所以这个是电子书的这个 就是下载的部分 它必须做个人账号的登入才可以 所以认证之后再用个人的资料夹的账号 再登入才能做电子书的借阅 那现在书正在下载 我就不下载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们点存取选项 我不认证 但我也可以线上阅读 所以线上阅读就不限于账号的认证 所以如果是一劳永逸的方式 就请大家进到XCO的资料库 进行账号的建立 好 好